这位黄老师他并不理会教育局的制止 持续对我的家人电话骚扰威胁 也造成我对自己自身安全的恐惧 台中市25年前朗诗案受害女学生时隔多年 停舍而出指控黄信校长 扣述他当年全市性侵 玩如房思习翻版 女学生的爸爸也现身 透过人本教育基金会公开了一段录音档 在那段痛苦不堪的岁月中 能人努力混发球鞋上进 考上教师从事你最爱的教职 虽然你自死都不敢报名 考回来台中任教 全是因为你曾经遭受威胁 害怕黄信郎师从中作梗 破坏你教生之路 爸爸的言语间满满心疼 他说女儿受害的五年间 一直默默自己阴忍 勇敢坚强地活着 想当老师的他就连考上教职 也都不敢回到台中任教 爸爸听女儿发声 请台中市政府如市长 下令教育局 真正做到普遍调查 曾经受教于黄信郎师的学生 找出隐藏的受害学生 虽然日前姓平会经过审查 也同意调查报告及陈储建议 黄信教师予以解聘有不录用 也没有退休金可引领 但是还需要等到九月上旬 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确认 是否维持原决议才能执行 但当事人的爸爸希望是否真正做到普遍调查 找出其他隐藏的受害学生 让社会大众更加重视这一个问题 其他一遍新闻 带出我们李蔡英台中场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